有發現 這個每一個部會的政策 都在歧視高齡者 但是他們都無可奈何 眾口都指向 衛福部的引法思維 好像這罰頭 這些都是上面交代 啊上面的 我不曉得上面是誰 上面是院長你嗎 不是我 也不是你 然後是蔡總統嗎 確實像委員講的這一些 有一些法規上 我們確實是把 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我們整個請全力 都在打造60歲以前的人生 這個社會非常的繁榮 但是你只要推開60歲 這些三大門 一看喔 你走出去一片荒涼 沒有路 沒有橋 沒有水 沒有電 像沙漠一樣 那這邊已經有多少人 這邊已經有600萬人 60歲以上 各品本事啦 自身自滅 如果是六個人 要去在沙漠上面 那是他個人的事情 如果600萬人在沙漠裡面 請問是誰的責任 當然政府應該 政府的責任要繼續努力 院長你辛苦了 今天看你更有笑容 今天是最後一場的總質詢 所以很高興能夠接受委員執行 那也是最重要的一場 希望你能夠以大格局 大胸懷駐台灣最後一臂之力 好不好 好 我要努力 這個 1970年台灣65歲上的人 佔2.9% 那平均餘命 平均壽命60幾歲 然後60以後的人生叫做餘生 對 就是隨便晃了晃了就掛掉了 那就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下 定立的叫做銀法論述 我們的銀法 銀法官 那現在我們邁向的2040年 65歲上的人要佔人口的30.1% 10倍 10倍 平均壽命80幾歲 那60退休以後 還有很多人會有30年 這叫做第三人生 那這就是我所建構的叫壯世代的主張 但是我們現在呢 還繼續在採用舊的思維 來應付面向的影響 如果這不改變 未來台灣會躺成一片 高齡則成為臥床主 我們現在臥床超過8年 還有呢 這個少子化造成大量的躺平組 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都用 知知解解的方式在補破洞 我們用2.9%的銀法政策 在處理30%的壯世代 長壽社會的來臨 所以我們現在的社福預算 已經達到了8000億 難道非要破萬億不行嗎 這個看起來其實可待 請問院長 20年後 台灣一半的人口都要超過60歲 如果對高齡的政策都沒有改變的話 那我們的社福預算要多少才夠 請問院長 你也是專門專家 對 我想 委員對於這個我們少子化的問題很重視 而且分析的很透徹 你剛才的分析就很棒 我想未來怎麼樣讓壯世代 能夠有自立自足 而且共榮永續 然後對社會繼續有貢獻 我想這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且不只是台灣 全世界 全球的問題 德國也是一樣 但是台灣是全世界最嚴重的 跟南韓 我們在2055年 被超越日本 成為全世界 比日本還老的國家 然後 那個 那個後面還有很多要問 問院長 那 在我跟各部會 最近大概都有溝通 我不知道許部長 很有溝通 這個我發現 這個每一個部會 的政策 都在歧視高齡者 但是呢 他們都 無可奈何 眾口 眾口都指向衛福部的引法思維 好像這把頭 這都是上面膠帶 上面的 我不曉得上面是誰 上面是院長你嗎 不是我 也不是你 然後人是蔡總統嗎 確實像委員講的這一些 有一些法規上 我們確實是把 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對 所以呢 這個院長 這個 台灣進入長壽社會 那我看出來 我們整個請全力都在打造 六十歲以前的人生 這個社會非常的繁榮 但是你只要推開六十歲 這些扇大門 一看喔 你走出去喔 一片荒涼 沒有路 沒有橋 沒有水 沒有電 像沙漠一樣 那這邊已經有多少人 這邊已經有六百萬人 六十歲以上 勃勃修啦 然後呢 各品本事啦 自生自滅 如果是六個人 要去在沙漠上面 那是他個人的事情 如果六百萬人在沙漠裡面 請問是誰的責任 當然政府應該 政府的責任 要一起努力 還有跟企業界 對 政府的責任 但是呢 OK這個 感謝院長在3月19號的時候 我在這個財政的總資訊當中 院長呢 也承諾了建立壯世代金融行動方案 而且要求上市櫃公司 提出高齡社會的永續報告 那希望這個會追蹤落實 同時呢 陳院長在那時候 我問你啊 對於 2023年行政院提出的 超高齡社會對策 請問院長 你這些 會 哪一些是你所需求的 對 我想 我想可能 我們現在考慮到了 60歲以上的這個壯世代呢 實際上 他能夠 不管是在社會參與 在產業的這個參與 或者是在健康生活上 都能夠 越來越健康 然後越來越有活力 所以很多的長照政策 實際上 也要注意到 這一個 健康者 現在 2023年看起來 大家都還是圍繞在 這幾個項目 這個醫療養生照護的 這些層面 但是呢 不可能 30年整天在搞這個 他要有完整的第三人生 所以呢 為長壽世代來臨 我們社會普遍 歧視老人 所以你用大數據 輸入老人 銀法 勒領這些成果 依附過來 都是負面的資源 所以他已經是一個 被高度污名化的 大家都很怕被 被跟老扯上關係 我辦了很多活動 他說你不要用銀法 用勒領 不然我就不要 我不要去參加了 所以我們勞動部 現在都要談壯世代 OK 所以呢 這個是 這個壯世代運動 那在去年我還是民間身分的時候 就到立法院來倡議 也獲得這個 跨黨派 的共同支持 這個沒有什麼黨派的觀念 這是整個全民社會的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的 資產的高低還有現金流的高低 可以把這個壯世代分成四大類型 那上次呢 我們在財政的委員會 提出的是針對上面這兩個 這個叫安穩型還有貢獻型 如何活化他們的資產 那今天呢 我要跟勞動部和衛福部 來請教如何針對活躍化 還有這個社福 給因應知道 那首先呢 要非常肯定勞動部 最近非常的積極的 這個推出的55plus壯世代就業促進措施 還有5050壯世代就業網路的合作計畫 積極的推動 但是這個部長呢 勞動部的高舉壯世代的旗幟 新價值讓壯世代成為主流 那請問這個許部長 你說比起中高零 你更喜歡壯世代這個稱呼 然後你覺得壯世代對號召再就業 有什麼注意有什麼幫助 我想壯世代可以讓整個這個 現在高零的人 他會覺得他其實是一個非常有用有價值 可以對社會還有貢獻的一個人 所以我是覺得壯世代就是 他確實不管他經驗 不管他各方面的專業 其實都是剛好到最好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應該讓壯世代的勞動力 能夠延續或者說 不僅是 重返我們的職場 尤其要面對缺工缺彩 這麼嚴重的一個年代 所以我是覺得說這個部分 我們是一定要努力來推動 所以面對我覺得很感謝勞動部 看到了這一點 針對高零社會都不是只有照顧 照護長照 其實勞動是 這個第三人生很重要的價值 因為勞動會帶來你的意義感 社交財務的支撐各方面的 所以是一個很重要的解方 也很感謝 但是這一點 勞動部的這一點 還要繼續努力 繼續努力把它要進行全面的規劃 但是更根本的問題 是我們僵化的退休體制 造成的壯世代進退兩欄 有些人想要提早退休 其實50歲退休也不錯 不是一定要 那有些人想要延後退休 退休 有些人退休想要再回來 但是我們的退休體制 現在幫手幫腳 很不方便 那造成了很多 特別是勞基法54條 雇主的強制年滿65歲勞工退休 其實在這一個方面 也值得來探討 像日本 這個高零雇用安定法裡面 現在已經通過這個工作 要延長到70歲 而且現在也很多的 日本很多企業 4成以上的企業 都雇用75歲以上的人 甚至YKK 這個也內部的規定 就員工可以工作到 任何的年齡正職的 做到他不想做為止 其實這個可以創造這個政府 這個企業跟勞資 各方面的這個三營 那所以呢最後的這裡呢 我想要跟那個院長 院長跟這個勞動部 提出這個請求 第一點是檢討僵化的退休體制 還給人民工作的自由權 第二個是獎勵壯士在重返職場 能夠落實全面的法治化 這一點請問院長跟許部長 可不可以給我們這個 800萬的創世代的承諾 我想讓這個退休的體制 更有彈性 讓創世代能夠繼續工作 做他喜歡的工作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應該要努力的 然後這樣的話有一些法治上的東西 確實要修正 譬如說像剛才提到的日本 他是鼓勵 能夠大家都能夠做到70歲 這樣的一個法治上的改變 這些我們會請勞動部這邊來研議以後 送到立法大院來這邊 來看看怎麼樣來做更好的修正 讓所有的壯士帶都能夠對社會繼續有貢獻 然後也讓他的生命更有意義 謝謝院長 接下來我要請教我們衛福部 薛部長 這一個 最近您辛苦了 一個單一的案件 就搞了全國舉國 這一個天翻地覆 你也說社安網有缺陷 請問這個部長 我們的社府體系缺陷在哪裡 那整個 應該是整個的社府體系的話 大致上可能都有一些小的問題 但是今天這個案子是一個收出養的個案 收出養的個案在這個過程當中 的確從這個案子我們發現了一些比較重大的問題 這個部長 薛部長 這個不會是 那個只是一個表象 應該講的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整個系統性的人口都出問題 2030年我們有一半人口要超過50歲 再10年 可以用現在的社府的政策來照顧一半的人口嗎 當然這中間必須要經過調整 因為不管是在人力的部分的話 也會出現這個系統大的落差 這個是一個大災問的問題 不過10年也破在眼前了 所以要加緊腳步 另外請問薛部長 你有沒有注意到 民間的浪潮 有時候工務繁忙要看看民間浪潮 現在呢大家呢 大家都不喜歡這個戴上銀髮這頂帽子 你有發現嗎 我們餐廳飯店都不用這個字眼 但是我發現我們的政府政策 銀髮產業銀髮老人科 什麼東西都僵持不變 所以呢這個要改了 然後但是呢 其實我知道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系統性問題 但是不改變這個人設 我們的沒有真正的高齡照顧的產業 其他都是補補貼貼 但是要有這樣子 必須要有遠見有魄力的領導人 翻轉我們現在這樣子的 銀髮的人設到壯色的人設 那這個因為最後呢 我要請院長行政院 還有衛福部部長 是不是可以承諾兩點 第一點是檢討長照政策 不只是照顧更需要照亮 然後第二點是排除年齡歧視 去除老人及銀髮的稱呼 可不可以 這個也請問一下部長 第二個部分那個老人 這件事情的話會有問題 因為我們很多的法規都是 用法律名詞已經變在那個地方 我知道 這個當然不是簡單的事情 但是你不做 這個影響層面太大了 這個影響的層面是整個的政府的當機 整個的我們未來一半人口 無所適從 所以我最後的一頁我要來問一下部長 那個院長 明年進入超高齡社會 布局2025年 我覺得我們現在是永遠不足了 必須要重新制定 內閣世代循環的白皮書 這個每一個部會 總統跟行政院長要勇於打破框架 勞動部要釋放勞動力 教育部要終身教育的體制 經濟部要做世代融合經濟的循環 衛福部要去除引法思維的政策 蘇發部要科技平權世代共享 謝謝 謝謝吳委員 村神的諮詢 開示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